Michael Jordan 贏一以一分之差 我那時剛剛坐在機場那裡 突然整個機場拍起首長 原來Michael Jordan 最後那個NBA 攻牛隊勝了 這幾天我兒子原本要去台灣做短孫 所以他經過香港去 今早一早打電話來說到了 我說你在做什麼?睡覺了嗎? 他說還在看賽事 世界盃足球賽 很多賽事 你有沒有發現在賽事的時候 大家雙方面都要贏 經常打半場休息的時候 教練如果他們輸或者怎樣的時候 教練就出場了 教練出場的時候 中場的時候就交路了 以色列人這場也是 上半場他們輸了一贏了 他們打菲利斯人 輸了 菲利斯人要奴役他們 他們說我們起身反抗 我們可以反抗 為什麼呢? 現在上帝透過薩姆爾 第三章最最後的說話就是 上帝已經透過薩姆爾 向他們說話 薩姆爾說的那些說話 耶和華都應驗 那時候他們說 我們有神的話語在我們當中 所以現在神與我們同在 現在菲利斯人奴役我們 我們要去反抗 反抗是對的 戰士也是必須的 但是他們打輸了 第一上半場就死了多少人了? 四千 上半場就死了四千人 然後中場呢 那些長老就是 那些賽事的教練就出場了 我們就要想個方法 下半場我們要改變打法 什麼呢? 那些長老就想 現在我們有神的話語了 去反抗菲利斯人 也是對的 那為什麼會失敗呢? 有些事情我們沒有做到 什麼沒有做到呢? 神沒有跟我們同在 因為我們這次打仗 沒有將約櫃和兩個祭司 請出來 於是他們說 可以 我們祭起我們最後一個絕招 叫約櫃和兩個祭司 一起來 而是一定跟我們同在 那為什麼他們會想起 約櫃出來呢? 因為以色列的歷史上 約櫃帶他們 打了一場很重要的聖像 他們攻打耶利哥 記得嗎? 約書雅他們的將軍 帶領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是祭司利美人 抬著約櫃 然後繞著耶利哥 不須一兵一卒 耶利哥堅固的城 就全部倒了 還有呢 他們停止了抗野漂流生活的時候 要入加蘭地的時候 他們打耶利哥之前 又是約櫃上場的 抬著約櫃 過什麼河? 過約旦河 祭司和台約櫃的人的腳掌 一搭到約旦河 約旦河水就怎樣? 分開 他們就可以過去 約櫃在他們的歷史裡 他們記得很清楚的 就是行神職的 以及打聖像的 因此他們說 我們抬了約櫃出來 大聲歡呼 想著一定要打聖像 但誰知道 下半場 出賣王牌 Michael Johnson出賣 都怎樣? 台邁以前 巴西球王給你出來 都不行 弟兄姊妹 這個其實 是我們基督徒生命裡 經常會碰到的很多東西 非理事人代表了核制我們 你有沒有 在某一些的習慣 或者你和某一個人的關係 硬是不好 你一想起這件事 你的心就怎樣? 裸裸亂 很生氣 你就被這件事管住 你不能夠 從他裏面被釋放出來 你被這件事核製 或者 你被你自己一個的習慣 一個個性上的弱點 或者你陷在一個罪裏面 你不能夠在這個罪裏面 一些不好的事上面 被釋放出來 或者你有一個脾氣 請一口發脾氣的 那這個一個習慣 你沒有辦法得勝它 每一次碰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的驕傲 你的自私 你的貪心 你的發脾氣 你的腦癢 或者你不能夠 搖書這個人 這些事就得勝你了 你很想勝過這些事情 怎麼辦呢? 以色列人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他們抬過什麼出來呢? 他們抬過藥櫃出來 其實呢 他們以為 藥櫃一出來 就有神的同在 他們不記得了 藥櫃的真正的意義 是在哪裡 我好想請問一下 弟兄姊妹 藥櫃的意義 在哪一處呢? 以色列人 成形呢 就是在 埃及地 然後呢 他們什麼時候才有神的子民的身份呢? 就是他們出了埃及地之後 滿了三個月 滿了三十日 就去到西乃山 那時候呢 他們還未曾正式是神的子民 那時候呢 上帝就跟摩西說 他說 你去問一下那些百姓 他們要不要做我的子民 如果他們要做我的子民呢 我就跟他們納藥 然後呢 我是一個守藥師慈愛的神 他們呢 就要守這些藥這些藥 因此呢 上帝呢 就才頒布了一個十誡 以及有這麼多 戒命律禮典章 於是呢 摩西說 好 我明天召了民間的長老 我來問一下他們 那麼呢 眾長老都說 我們願意 做神的子民 那因此 OK 上帝說 你們願意做神的子民的時候呢 我就跟你納藥 那時候呢 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 這個身份 是在西乃山下面 才確立的 然後納藥呢 那上帝呢 就自己呢 刻了兩塊法板 就是那條十誡 那 我也想問一下 那條十誡 那塊十誡的法板 兩塊 是不是 每塊五條 還是四條六條 四條六條 是不是 不是的 兩塊都是十條 兩塊法板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呢 今天你和別人賣屋 賣賣合約的時候 是怎樣的 一色兩份 OK 十誡 我們做基督徒 可能有些人做了幾十年 這件事 我們今天搞清楚 兩塊法板是一色兩份 放在哪處呢 當時的宗主角和附屬角 就放在宗主角的神廟裡 那誰是宗主角呢 耶和華神 是我們宗主角 因此呢 那塊十誡法板 是納藥 你答應做我的指紋 我答應是怎樣的 帶領你們 以後呢 手向你們手約師辭愛 納藥的記號 就是這兩塊法板 所以呢 這個藥呢 放在哪裏呢 放在一個櫃裡面 那個櫃呢 就是什麼 就是藥櫃 OK 就是以色列人說 我願意從今之後 聽從神的命令吩咐 大猶神 我們願意服從神 然後呢 過一個聖結守 分別為聖的一個生活 但是很可惜呢 以色列人呢 一路來的歷史呢 沒有守到這個藥 為杯爺和華 因此呢 有災禍呢 是 來到他們 那頂姊妹 我不知道你們呢 在教會裡面 或者你們周圍的基督徒朋友 有沒有碰過一些這樣的人 什麼的信徒呢 有些信徒呢 他們信了主之後呢 好像呢 經常都有相當多的麻煩事情發生的 這個又不信 這個又不信 那樣又不信 因此呢 他們就說 他們就想 究竟什麼事幹呢 有時呢 他們就會祭起一些王牌 哈 我當然沒有做這樣 我當然沒有做那樣了 然後呢 他就說 哈 我回到教會裡面 祈下土 我相信呢 神呢 是會呢 幫我們 有很多人呢 他就怎樣呢 他們信了耶穌 信了耶穌之後呢 有些人的生活呢 信和不信之前呢 都是差不多的 那有些人呢 就是怎樣呢 他們信了耶穌之後呢 又沒有什麼去真是呢 追求神的生命 追求聖經上面的那個 神的話語 沒有這個渴慕的心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神呢 就沒有放過他們 神的手呢 在他們生命裡面 有些管教的 那你會看到有些人呢 是怎樣呢 內宗呢 他呢 家裡有人呢 就怎樣呢 有人病了 那他又怎樣呢 回來教會呢 請牧師呀 請長老呀 請執事呀 為我祈禱呀 這樣 弟兄姊妹 有沒有用呢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用 我打一個比方來說 有一個人建屋 那他呢 那個根基呢 沒有根基呀 就在泥沙上面 但是那間屋呢 就建得都挺好的 那有一天呢 那天的雪呢 閃電打雷打風 哇 那間屋呢 就傲下傲下了 咦 不行啊 我那間屋傲下了 這樣 當然怎樣啊 我建得不夠實正 咦 可以 再加多重磚頭在外面 屋頂上面呢 再加厚一點屋頂 牆壁呢 就再 原本一呎 現在加厚到三呎 然後呢 下一次呢 再打風 再打雷 再一次 再一次 再次 再一次 感谢观看